仔细看,这些山雀都在往玻璃上撞击 它们为此而失去了生命 根据当地官方的统计 两个月的时间就有5900多只山雀撞击玻璃失去了生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怪异的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在路上发现的山雀全部已经失去生命 节目组找到了在本地开餐馆的大叔 大叔说,这段时间一直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刚开始只是个别的 大叔并没有多想 但是慢慢的,山雀掉下来的数量越来越多 基本上没有存活 节目组正在采访大叔的时候 又有山雀从上面掉了下来 大叔赶忙跑过去捡起这只山雀 可以看到这只山雀还活着 大叔把他带回自己的餐馆 为了一些水给他 这只山雀的爪子已经不能动了 为什么会发生山雀大规模死亡现象呢? 当地的居民猜测是不是人为造成的 或者会不会是预测有什么灾祸发生 因为只有这一片地区发生这样怪异的事情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节目组准备围绕这些地方 寻找山雀的鸟巢或者它们生活的痕迹 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找寻了很久 没有发现任何山雀筑巢的痕迹 四周的住户也只说是看到了它们从天上掉下来 没有看到具体的情况 这时 一位保安大叔告诉节目组 他看到很多山雀是撞向玻璃之后掉下来的 是的 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楼安装的都是透明玻璃 节目组开始在四周高楼架设摄摄像机来看看具体发生的情况 第二天 可以看到又出现了很多山雀的尸体 节目组开始查询摄像机拍摄的情况 从镜头中看到 有很多山雀撞向这些玻璃 从高空摔落造成了死亡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呢 节目组请来了野生动物专家 专家说 山雀撞击玻璃造成大规模死亡的案例并不多 这是非常罕见的 这几栋大楼假设是山雀的运动路径 透明玻璃混淆了它们的视线 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 事实证明 这个地区以前是一片森林刚被开发出来 所以造成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 专家建议把这几栋大楼的透明玻璃隔五厘米贴上胶带 因为鸟类的视野宽阔 如果飞行间距小于五厘米 它们会躲开 不知道这样的措施有没有效果 让我们来看一下 一周后 我们又找到了餐馆大叔 大叔告诉我们 这一周没有一只山雀在撞击玻璃掉下 成功了 希望我们人类在不断发展文明的时候 也要尊重自然的规律